英國政府根據類似美國的 馬格尼茨基人權民執法 制裁49個個人或組織 指他們涉嫌侵犯人權 名單包括20個沙特阿拉伯人 涉嫌與華盛頓郵報記者卡舒吉遇害案有關 25個俄羅斯人 就涉嫌與當地人權律師馬格尼茨基 10年之前抗押期間死亡的事有關 還有被指策劃屠薩羅興亞人 兩個緬甸國防軍政府總司令 和北韓兩個負責國安和懲教的部門 制裁措施包括即時限制入境 和凍結他們在英國的資產 也都會禁止透過英國的銀行轉移資金 法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桃根達特質疑 制裁名單為何沒有涵蓋到鎮壓新疆少數民族 或者香港民主派人士的中國官員 更有兩黨議員直接提出將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列入制裁名單 又提到他的家人持有英國護照 南通文沒有排除到說制裁是新政策會繼續檢視 寄予證據去指示考慮各項意見 確保制裁嚴格實施 有線電視機者李俊麗報道